自2月1日,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後,歷經幾天驚惡,緬甸民眾終於走上街頭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抗議軍方政變,要求恢復民選政府 抗議的規模日益擴大,軍方則發出威脅,並加緊調動 考慮到該國歷史上曾發生軍方大規模屠殺示威民眾的先例,比如1988年和2007年 國際社會非常擔心,慘劇可能重演,軍方的鎮壓可能從高壓水槍、橡皮子彈發展到真槍實彈 緬甸民眾無懼軍方威脅,持續抗議,並發展到前往中共駐緬甸大使館門口抗議 他們的抗議標語表明了原因,其中兩副標語,一副寫道 中國,我們知道政變的背後是你們,另一副標語寫道,停止幫助軍事政變 緬甸民眾抗議的是,中共不僅為軍事政變背書,而且就在民眾示威之際 中共緊急為緬甸軍方提供技術和人員幫助軍方,堅強封鎖互聯網 而軍方則在加緊炮製所謂網絡安全法,企圖效法中共 用封鎖互聯網的方式阻止民眾彼此聯絡,封殺民眾的抗議之聲 美國方面,先後推出兩項針對軍方的制裁措施 其一,凍結屬於緬甸民選政府在美國的10億美元資產,不讓軍方染指 其二,定向制裁包括緬甸軍頭敏昂來在內的10名政變頭目和3個參與政變的團體 美國要求北京譴責緬甸政變,後者當然無動於衷 但當緬甸民眾起而抗議並抗議到中共駐緬甸大使館門口時 中共大使才勉強表態說,目前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願意看到的 並非不願意看到緬甸軍方政變 而是不願意看到緬甸民眾抗爭 更不願意看到緬甸民眾抗議中共 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或者說這是一盤民企 中共支持緬甸軍方,為他們的政變和獨裁背書 美國支持緬甸人民,為他們的權力和抗爭站台 這恰當地反映了美中兩個大國的價值取向和制度本質 作為民主大國,美國始終站在他國人民一邊,鼓勵他們實現和守護民主 作為專制大國,中共始終站在他國獨裁者一邊 鼓動他們復辟或死守專制 世界無可避免地被分為兩個世界 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文明世界 以中國為首的專制世界、野蠻世界 儘管中共竭力迴避冷戰一詞,事實卻是 冷戰不僅沒有結束,而且還在升級,或者說新冷戰再次降臨 即中共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或專制主義的最大堡壘 竭力與美國和文明世界對陣 今時緬甸,瞬間淪為新冷戰的試驗場 有幸的是,二戰之後,民主陣營不斷擴大 而美蘇舊冷戰結束之後,民主化浪潮更是加速蔓延 如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而獨裁國家淪為少數,且日漸凋零 中共雖然在經濟上成為爆發戶,綜合實力超過當年的蘇聯 但中共所能駕馭的同伙,卻寥寥可數,遠遠遠於當年的蘇聯 儘管,北京可以通過金錢、賄賂等腐敗手段 讓少數或個別國家復必專制,比如柬埔寨和緬甸 但這不過是歷史場合中的片段逆流 或曰舊制度的回光返照,註定不會持久